洗澡吧 八千 好 一大早 坐上高铁出发了 猜猜我们去哪儿啊 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 现在已经到南京了 这会儿我们找地铁的入口坐地铁去 走吧 好多人呢 电动车的商界大佬全部都聚集到南京博览会了 人山人海呀 好多人呢 这些人是来看电动车的吗 我都不好戳破他们 都是来看美女的吧 逮着人家小模特就死劲拍死劲拍 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这款是方牛三代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啊 电击尺寸自动 哎 这辆车符合我妹的审美 好玩不 还放北的 对 很细节哈 接着小孩放就可以 我妹说看到这款车它脑袋头 为什么脑袋头 它壮的 哈哈 这款是格林豪泰旗下的农司外卖车 专门为外卖小哥打造的一款380 还是很漂亮的 小姐姐也很漂亮 这是这款车的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配置还是蛮高的 而且这里面还可以打开 老板亲自到现场了 哈哈哈哈 他们这个展厅真的是超级大呦 外卖车外卖车系列 然后出口车 还有国内内销车外销车都有 性价比更高的外卖车品牌龙丝电车 今天的南京电动车博览会到此就结束了 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